另外关心前台北市长克文哲曾经输过内湖交通没救了 现任市长蒋万安为了拯救当地交通 今天起推出内科到南软双元巴士路线 要串联内科园区和南港软体园区 而市长蒋万安上午亲自主持通车典礼 更喊出要找方法不是借口 而这究竟指的是谁也引发联想 宛如巨星登场蒋万安要救内湖交通 再推出跳蛙公车 亲自事成要通勤的巴士 毕竟前市长克文哲曾经喊话内湖交通没救 蒋万安这段话见指谁引发联想 我们要找方法而不是找信 2 1 2 人市长来客运业者合作 针对内湖科技园区到南港软体园区 推出双元巴士 属于两站直达跳跋公车 总共10家客运业者合作 主要针对两边园区 每日近1700人次通勤 要疏解交通压力 这段路程的屡次刷卡的数据分析 确实发现平均每日 大概有1700人次 所以我们考量包括路线的规划 不只是发现在通勤的需求 同时对于园区内外业务交流 也有这样的需要 蒋旺安当年才刚上任 马不停蹄 亲赴内湖看下班交通状况 如今捷运东环段持续感进度 也让交通拥塞状况出现曙光 目前我们昏风时段 平均可以让通勤时间 缩短降低了6%到13% 也觉得东环段 我们希望能够在年底可以动工 目前完成的细部设计 正在进行招标 毕竟内湖上下班时段 早晨用路人塞车噩梦 蒋师傅既解方要治疗内湖交通 长久二级 介绍强帮忙忘家 台湖道 早晨用路人塞噩梦 早晨用路人塞噩梦